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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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rmes的Hermes Hermes的大小 通常有30和31 今天來介紹 這個是紙面比較普及的一個尺寸 它是31尺寸 HERBEC是HERMES入門版的首選 它款式已經是一個比較經典 比較多人找的一個系列 HERBEC的話 它最近出了幾個材質 還有它會出了一個是內縫和外縫的設計 首先來介紹這個 它是一個外縫的設計 有留意我們名人站Youtube頻道的客戶朋友 我們都會有視頻介紹一個內縫的設計 一個款式 這個大家會否看到它是零零的 它這一個是做了一個防水的塗層 它材質方面它也是用了帆布的 但是上面會做了一個防水的塗層 可以有一個防水的作用 我手上這個款式 它是一個防水的得地拉拼 和一個外縫的設計 顏色方面 它這個皮的翻臉位置 它是用了73色的寶藍色 可以埋著一點看一看 它會發眼之間 它這兩個顏色是比較接近的 但是下面帆布這個位置的顏色 它會做了一個M3墨水藍 它會有一點偏紫色的一個藍色系列 可能大家要埋著一點才會看到這個顏色的分別 哈佛的設計 它是比較簡單的一個設計 它都會是兩邊的穿插 它基本上它的標籤是比較低調的 它會做在這個扣位上 它會有Hermes品牌的標籤 它還有左右兩邊也會有的 我們看看它的側面這個設計 因為它做了外縫 它比較會是挺身一點 大家放在這裏 它都不會有一種扁撻的感覺 哈佛後面也會有一個拉鍊的一個小袋 但是它這個位置呢 它都是非常大的 大家是放電話 卡包都沒有問題 是比較實用的一個本色 我打開裡面給大家看看 如果大家覺得這個左右的穿插 是比較麻煩一點 大家其實可以把這兩條的帶 收在下面 大家用起來就會方便一點 因為它下面金屬位置 這裡它會有一個位置 讓皮蓋位可以落在這裏 都不會說很容易打開 所以就不用穿插使用也可以 我們看看裡面這個 裡面是比較容量大 而且它是比較闊 就算我沒有塞其他 塞其他 它也是比較挺身的 如果它做了這個愛工的設計的話 裡面它HERBEC的配件 基本就是有這兩樣 它會有一個長的一個小的手袋 大家都可以拆下來 可以當手包使用也可以 它是容量都大的 自己貴重一點的東西 可以放在裡面 它也是用了一個繁布的材質 另外一個配件 它會是一個皮的掛式 它會配有兩個鎖匙 和一個鎖頭 這個配件 其實大家可以掛在這個上面 可以做一個掛式 大家可以不用另外買掛式 也可以的 鎖的話 大家都可以扣在這個位置 因為有很多朋友 都會是 它前後都可以用得到 無論什麼前面或者後面 其實都可以有它另外一個風格 展示一下上身圖給大家看看 這個瓜石 大家可以掛一掛也可以的 我就展示一下給大家看看 手腕都OK的 它手柄位其實都長的 大家可以落到 手肘這個位都非常舒適 肩膀都不會十分大長 比較適合亞洲類型的 其實這個HERBIC的話 因為HERBIC的話 它這個手柄位比較活動 大家如果斜背的話 它都不會頂到腰這個位置 對 今天的介紹就到這裡了 大家可以繼續關注我們名人站Youtube頻道 可以下載我們名人站的APP 會有更多更新的資訊 如果喜歡我們今天的視頻 希望大家給個點讚 拜拜 拜拜